这一列空中悬挂式的轨道列车 黑白相间的颜色宛如猫熊 因为成都是猫熊的繁殖基地 成都空铁也搭上可爱的猫熊风 而它最独特的设计是 以锂电池取代了高压电 采用了大容量锂电池 作为我们的动力源 这是一个变革性的 我们德国和日本原有的 这个悬挂式单轨交通 他们采用的是传统的 这个宿电供电 所以我们现在看不到 这个高压线在整个线路上面 还恰恰继承了我们的成本 成都空铁的续航力 有两到四个小时 站台拆换电池在一分钟之内 节能环保噪音低 这种悬挂式的空铁 占地少 视野家 还可以改善交通堵车的情况 而且施工期间 不会像在地面盖地铁一样 影响周边用地 大陆记者带着一瓶水 上车试程 感觉还算平稳 它的整个运行呢 相对还是比较平稳 虽然脚 脚下呢 感觉会有一点点的 这个颠簸的感觉 因为它现在还是 在一个试验的阶段 空铁式运行的列车 目前有1.4公里 时速接近60公里 是大陆第一条自行研发 拥有知识产权的新型轨道交通系统 记者代理综合报导 《新闻》 的发展